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常常会觉得自己有被困住的感觉 放掉那些过度的担忧吧 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哦 三月份出生的朋友们 在这个月很多事情会渐渐的明朗化 也有波云渐日的感觉 请让自己更乐观一点 用积极去取代你的担忧 用希望去取代你的害怕 你就会看到幸运的改变 四月份出生的朋友 你们在这个月呢 可以多找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 或是学习一些呢 你们有兴趣的新东西 可以找到不错的老师 或者是呢 你本身就可以成为别人的老师哦 是可以好好学习成长的一个月 五月份出生的朋友们呢 你们在这个月呢 会和小朋友息息相关哦 也许要花很多时间跟小朋友相处 或者是要花很多时间跟人家沟通 也可能是一些童年的回忆 或者是你童年的人事物浮出水面 或者是呢 让你自己保持童心 也不错哦 六月份出生的朋友们 在这个月呢 是时候好好地暂停一下了 来好好评估一下 接下来的方向 问一下自己 如果你可以完成任何事 那么你最想要做的是什么呢 在这个月呢 请好好地规划未来的方向 七月份出生的朋友 所有的事情呢 都是可以有回报的 即使现在看起来 不像你所想象的那样子 但是呢 你需要给自己多一点的耐心 放掉所有的担忧 然后时机成熟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成果了 八月份出生的朋友啊 你们在这个月呢 是非常有赚钱的能量的 好好照顾你身边所爱 跟你所在乎的人 然后也要多跟正向 积极的人们相处 避免负面能量的人 吸走了你的精力 所以呢 你在照顾他人之余 也要好好地保护自己 九月份出生的朋友们 你们可能会有 惊喜般的好机会出现 请好好地把握 让自己大胆一点 抓住机会 然后朝你的梦想前进 十月份出生的朋友 这个月啊 你们就会像小蜜蜂一样的忙碌 有很多很棒的机会 同时在进行着 如果呢 觉得压力太大 就好好地告诉自己 你是很有力量的 你绝对可以完成这一切 好好地把握 并感谢上天 拥有这么多的机会给你哦 十月份出生的朋友 你们要注意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在这个月呢 你们要尽量避免一些 八卦跟不实的传言 而且呢 要注意一下 说话的艺术哦 在这个月 你们可能也常常需要 脑力激荡 在沟通上呢 也尽量友善一点 与人相处 要多一点同理心 十二月份出生的朋友 在这个月呢 请你们好好运用 你们的直觉 即使呢 你不是太明白什么原因 但是呢 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一切就会知道了 以上就是七月份的 整体运势 我是德平武佩山 我们下次见